謝國城北全國少棒錦標賽四強決賽 關心桃園市跟臺北市的交手 桃園市在二局下半率先出擊 一類人的情況下 開路先鋒 烏雲溪則打棒一揮 將小排車帶到座外野方向 出去了蠟就是一發兩分炮 同時也是個人連續四場比賽都開轟 這場比賽交出三至一 共剩兩分打點 幫助桃園市二比零收看紀錄 而臺北市則在四局上 靠著帶打林玉謙 的中間方向安打與成功的倒壘戰術 攻戰上都點拳之後 桃園捕手蠟玉峻發生傳球失誤 臺北市趁機打破鴨蛋 但桃園的回應來得很快 就是下個半局 一二雷有人帶打邱澤偉 一上來就發揮他的價值 敲出右邊方向的安打 幫球隊取得三比一領先 而這一分有多重要 看下去就知道一二六局上 臺北市第八棒的吳少宇 兩人出局的情況下 從今天壓制地相當恐怖 三局標九K的陶氏投手 劉宥安選中 敲出一發 楊春炮將分差縮小到 至剩下一分 但好在集體投手的范城駿 臨危不亂 迫使搭著敲出內野飛球 遭到解殺出局 最終桃園市有金無銜 三比二贏球 搶下冠軍賽門票 之後關心南投縣 跟台中式的比賽 中部內戰射先出擊的是台中 一局上連續的安打 先持得電 取得一比利領先 但南投縣的棒子更加火燙 一局下半黃偉成適時一級 南投扳評之後 瞬間打開團隊的獲利開關 連續安打超前比數 之後在二點有跑者的情況之下 田雲左在敲出中間方向的 紅布讓再帶回兩分 這半局南投縣 五支安打串聯 攻下四分大局 取得四比一比線 而之後三四兩局 雖然台中市都在靠著安打串聯 載了兩分 但始終無法超越 原因是南投也有火力輸出 總是在台中市得分之後的半局 再追一分 而且投手們的壓制力也很不錯 要特別提到五局 解體登板的金盛德 豬頭兩局標四K 沒有失分 好投壓制 中場南投線六比三 贏球晉級冠軍賽 我來體育臺綜合報導